是求y等于f of x等于x平方减6x加6的最小值 当我们要求最小值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做配方 好,x平方减6x加6 我们来做一个配方 x平方减6x 好,那我们把常数上加6拿到外面去 我们要配成完全平方的时候呢 这边就是a平方减2ab加b平方 所以我们这边一半 6的一半就是3 所以加上3的平方 那这3的平方是多的 所以呢,我们要再把它减掉 所以我们减9 所以x-3的平方再减掉3 那么我们要求最小值 当我们的平方向 好,x等于3的时候 平方向就会等于0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最小值 会等于多少 我们的最小值就会等于负3 我们的最小值就会等于负3